土菜土桌的珍姐 我今天要在卡山布兰卡 我今天有两个朋友要来民宿看我 所以我准备来这个菜场 买一点菜在民宿 简单的做一两个菜 招待他们 那现在我就在我们家附近的 一个中心菜场 进来看一看 这个有鱼 看一下买什么鱼 我是准备买海鲜的 鱼虾 鱼虾 鱿鱼 鱿鱼 好先看一下 要决定买什么 卖花是蛮多的 要点鱿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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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当收钱 买点土豆 小西红柿 做一个沙拉 一个牛油果 看一下多少钱 一包土豆 一个西红柿 两个叶子菜 这顿菜要45块钱 本来想买一点贝类的 但是那个贝类呢 因为我要马上住 那个贝类要土一天才行 那个水啊 而且活物我也不想不打算做 所以说就买这个鱼 总共是80加45 125块钱 40块钱 买了一包做这个新鲜菜给他们吃 好 现在买了东西就往回走了 一个半小时以后他们就过来了 这是我们的那个街区 我住的那个街区 这个饼店 这个面包烤箱里面 面包炉里面就买两个饼 这个饼热成 这个饼热成 看着好诱人 好 就是简单的做了 三个菜 这个就是刚才买的那个鱼虾 鱼 鱿鱼呢 就和了扁豆 还有土豆 炖了这么一锅 然后这是芝麻菜和的牛油果 西红柿 沙拉 还有这个是朝鲜集合的 蚕豆 的一个炖菜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的一个做法 就是一大锅 让他们吃个够 爽了 好爽了 好 好 头水流出来了 那就是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 旅程中的海鲜大餐 对 旅程中的Airbnb的家庭旅社的一个家宴 一个小时以后的战况如何 全部吃光了 沙拉也吃光了 这个朝鲜集这个炖菜也做过 土豆还有多一点 就是一点底了 这么一大锅 三个人 一满锅 这是我们今天的战绩 给大家汇报一下 好 谢谢大家收看